Miradio 在YouTube频道的直播 又或者是新节目 還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之前买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还可以经PayMe 转数快 或者Patreon交月费 买好房子去英国 云园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 我们有长期展销Tag 有专人为你代办BNO 5加1 移民海外 投资卖楼或租楼 一站式服务 为你解决所有疑难 买机票还有机会拿到优惠 快点打来 6214438 找宋先生了解详情 好 接着这一节 我讲一个大家耳熟能长的 成语也好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骂人的时候都会有句叫做 老而不死 是为财 这句说话是出自论语的倩文篇 其实讲一个故事 原样是孔子的老友记 大家都差不多年纪 原样 在孔子心目中是坏人 孔子怎样形容他呢 幼儿不信弟 这个孙就是现在迁信的信字 不是读孙 信 弟就是树心边做弟弟的弟 现在的用法就是用那两个字 信弟 信弟 不是这个孙弟 所以读幼儿不信弟 掌而无述言 老而不死 是为财 于是我们有时候骂老人家 就简称 老而不 其实这个 你一定要将 论语 倩文篇 就是孔夫子那句说话 上文下理 看完才行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就 好像 老的就应该死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有个语译 就是 原样而至 子弱 幼儿不信弟 掌而无述言 无述言 老而不死 是为财 以章构己 经 或者有人读 行 就是说 他叉开双腿 坐在那儿等孔子 孔子说你小的时候 不懂礼貌 长大之后一事无成 你的脑不死 真是害人精 用手 敲打小腿 其实那不是小腿 就是上五串下五串 你只能叫小腿 也行 那是骨 那是骨 哼我得多痛 原来孔夫子也有 勇傲 所以你看回前文 你要幼儿不信弟 掌而无熟言 那才是老而不死 就视为财 就是说你前面 喂 做了这么多坏事 是吧 所以你要看回原文 你不要只看那句 是吧 所以 这个说人 老而不死 你视为财 就不是助奏 是吧 这个不是助奏 不是一种 就是 你去奏一个人 是吧 或者老人家 你知不知道不敬老 大哥 我现在常常说敬老 尊老 是吧 那通常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会敬老 是吧 但是他又不懂 孔夫子这句说话 是吧 孔夫子这句说话 他有上文下 是吧 你一定是上面 做了很多坏事 你看回那句 就知道了 一事无情 然后你又老而不死 那你就是 你老懂 是不是这样 还有很多老的 是不是这样 是吧 还有在政治上 那些政治人物 那些 一式上传 那些是老而不死是为责 是吧 所以老而不死是为责 是吧 是吧 笑而不顺帝 又而不顺帝 是吧 是吧 就是 又没有论述 是吧 没有事要做 没有值得清述的 就是掌而无述言 就是没有值得清述的 这些好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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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时候 又不懂得谦信待人 长大的敬重尊长 长大之后又没有什么才能 又没有什么德行 是吧 或者善行被人称许 现在老了 又不知道反省 是吧 那你就活在世上 没什么意思了 是吧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如果我们骂人老而不 是吧 就是老而不死 是为责 这样的话 你就一定要前面 是吧 要悲诈他前面做了些什么 就是我们学回一句 就是 正统一点的 老而不死 是为责 你如果没有前面的恶行 或者你前面做了很多好事 那你老的时候 就值得大家尊敬你 就不会叫你老而不 是吧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 都试过被人说我们老而不死 是吧 是吧 他也可以有他的判断 说 你就是老而不死 是为责 是吧 但是问题就是 他基于我们 为什么会老而不死 是为责 他有一些证据 事实拿出来才行 所以就不要 大家不要搞错了 叫人老而不 或者老而不死 是为责 就代表我们不敬老 是吧 那你拿回孔夫子 这句说话的原话出来 很多时候 我们还用后面那句 譬如 为女子与小人 为难养 孔夫子说的 哇 你真是 侮辱女性 把女人和小人 放在一起 那他有一个语境 是吧 有一个前文后理 那才行 是吧 所以老而不死 是为责 就并非助就 是吧 就是说到老董 就是训议院 那我们 就是说一句 就是孔夫子 孔老耳说的话 年轻的时候 就是你又不懂 尊敬尊长 是吧 又不做好事 是吧 到你 就是掌 及掌 掌大之后 是吧 或者是有 到了壮年 是吧 又没有什么值得 人家 就是去 尊重你的 那些事职 你没有做 是吧 而 而又老而不死 那才叫做 是为财 是吧 那香港 就有很多这些人 尤其是那些 尤其是那些 畏高权重的人 是吧 董建华 就是一个显例 是吧 还有很多 是吧 是吧 中国有所谓老人正词 在这个邓小平时代 都有 所以要经过 中央顾问委员会 那些老人 全部 就在 做这个中顾委 然后这个 邓小平 就做中顾委的主任 是吧 老人院 但是这些大佬 他仍然是可以指点江山的 一息上传 坐在轮椅上 都还要指手画脚 等于毛泽东 晚年有这个柏金信正 躺在那张椅上 嘴角已经在流口水的时候 他还可以 控制你中国人的命运 不是他自己直接控制 都通过四人帮可以 去搞到你家散人亡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到今天为止 你还把那副棺材 放在这个 毛泽东纪念堂 这个真是 令毛泽东的幽灵 继续在中国大地里面出现 是不是 于是便出了一个 就是这个习近平 是不是 现在要学毛泽东 老人政治是很恐怖的 是不是 台湾有一段时间也是 就是 国民党也有一些 就是 家长政治 但是 随着 民主自由 的体制 建立了之后 是不是 所谓老人政治 就是 可以消失 是不是 因为你年纪大的人 第一 就会頑固 是不是 第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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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可以 就是 的 就是 就是 你看到 这个世界 是什么 是不是 36 永遠都是年輕人的世界 沒得商量的 他們有犯錯的條件 錯了又可以站起來 年紀大的人 如果你在公領域裡面 還有影響力的話 你就要戒慎恐懼 因為你老了 你會頑固 你會不聽別人的說話 你會自以為是 你會假裝老屁股 你會妨礙著地球轉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反省 所以我們都要以時並進 喜歡跟年輕人一起 又不跟年輕人拼嘴 又不可以扮演權威 但是對於那些政治人物 我們就不假意辭息 你做得不對 我一定就要炮轟你 沒得商量 那個跟我是不是老屁股沒有關係 而是我憑自己的判斷 對政治的認識 以及對你這群有權有勢的人的認識 你所作所為 根本不能符合公義的時候 我們就要批判你 但是對年輕人 無權無勢的 你批判他託嗎 大哥 你就是要扶持他 而不是批判他 是吧 年輕人我們自己也年輕人 大哥當然是可以衝的 你明白嗎 一衝就是 喂 就隨時會衝錯的 會 但是不要緊 他就有條件犯錯 你老的 如果你擁有權力的人 你不可以犯錯 犯一次錯 你會害很多人 是吧 你看看這群白老 你看看 這群 這群都年輕的時候 轟轟聲 到老的時候 尤其在六四期間 這群全部都有份作惡的 陳雲 楊尚君 你看這些責任 就算周恩來的老婆 鄧泳超 彭珍 你看看那些責任 全部都不在 現在這些 但是他們那時候真的 還可以指點江山 影響中國的發展 但是他是沒有職位的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制度之下 所以鄧小平後來 他是在這群老人 比較大切大誤的一個人 是吧 因為他捱過毛澤東的那個鬥爭 是吧 三上三落 他試過滋味 是吧 就是那個權力承傳 如果不是用一個和平的方式 是吧 或者有一個制度在那裡的話 一定出問題的 中國共產黨歷來的權力鬥爭 這麼慘烈的 就是那個權力繼承的問題 是吧 鄧小平就解決了他的權力繼承的問題 一方面搞改革開放 另一方面呢 就搞這個權力承傳的問題 去到習近平 大哥 你把鄧小平這套完全推翻 是吧 你現在要做到你瓜佬襯為止 所以本來 在下一屆的 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他就要退休了 是不是 那現在你會不會覺得 他有任何的職場 會在下一屆的黨代表大會裡面退休 沒有 那就是你要做獨裁者 你要做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個 就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獨裁者 就是這樣 是不是 但是前面的歷史告訴大家 是不可能的 老而不死 是為賊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所謂歷史的規律來看 這個人 都不長命的 二十大 你繼續做總書記 二十一大你可不可以繼續做總書記 你猜 如果算了十年了 如果算了明年 如果按照鄧小平的當年的想法就是這樣的 他這個權力承傳 就是江澤民做的時間比較長 因為他就是 拔了趙紫陽下來 然後在上海把江澤民拔上來做總書記 頂了他那段時間 然後再做十年 然後到胡錦濤又再做十年 然後這個人又十年 在這個人的第一任的時候 然後他之前要隔代 胡錦濤隔代委任的那個 假設是胡春華 他就要頂他的那個位置 他就要收工的嘛 那他就是當你胡錦濤的那個隔代音是怎麼留的 現在這個不是胡錦濤的 是鄧小平定下來的 所以在中國來說 你那個權力承傳 就是出現這種變化的時候 他必然會有鬥爭的 必然會出現動盪和不安定的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現在說這些 就是阿Q來的 就是看他快點塌 但是我還是相信共產黨 誰做共產黨的本質都不會改變 除非他取消這個黨專政 是不是 沒有分別的 你習近平要繼續獨裁下去 或者你沒辦法繼續獨裁下去 換另一個人來做 那個都是共產黨的 那個都不是人民同意的結果 是不是 什麼全中國人民呢 他誰有份投票呢 請問 是不是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拜託